楼市气氛转差,专业人士卖楼套现,指标豪宅薄芙林贝沙湾,一名曾于中环执业的医生,未知是否受近日楼市气氛影响,近日一口气放售两个物业,刚沽出其中一伙,比市价低于7%。 该医生持有当年的两个贝沙湾物业,包括一旗六座高层A室,实用1365方尺,属三房全海警单位,连车位原本叫价4100万元,代理子业主体淡后市,放盘三天便急匹400万元,以3700万元沽出,尺价27106元,比上月同类成交低于7%。 该医生持有同座楼上A室单位,现以3600万元放盘,不包车位,教股值低约80万元,两单位透过公司名义持有,其中一名董事姓林,中英文名与本港一名西医同名,廖惠同一人,于2004年共以2510万元购入。 全数卖出后料套现7300万元,辞货16年获利近亿元,鸭利州海宜半岛一座高层A及B室商年户,共1260方尺。 在全海景,业主减价500万元,以超低价2000万元逆手,尺价15873元,两单位最新估值近2400万元,造价低17%。 原业主2011年以1438万元买入,赚562万元离场。 中原陈监指,疫情下后市未明,部分业主趁三年额外印花税限售期满积指赚离场。 葵冲锋与陆手中SSD松绑成交,属高层D室,实用273方尺开放式间隔,以535万元沽出,尺价19597元。 原业主2017年8月以466.9万元一手买入,账面获利68.1万元。 升幅15%。美联皇家乐子,马安山营海,星湾遇17座高层D室,实用499方尺两房年事多房间隔,刚以786.5万元沽出,尺价15761元。 属近期新低,原业主2015年买入价704.3万元。 5年升值12%。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